NCP-072 The Foot of the Bad 床角 项目等级 Safe 偷送措施 所有已知NCP-072个体应送于一间3.5乘4公尺的收容室内 仅允许在经批准的测试程序中接触对象 若无高级研究员Grant的事先许可 不得将所有已然在其上睡眠为目的而制造的物品 代入送人士周围数公尺范围内 描述 在美国密西根州的当地媒体对SCP-072的影响的两次报导 导致的恐慌引起了基金会安插的特工的注意 SCP-072个体因此被首次发现 SCP-072是一个模糊的半透明投影 像一只0.9公尺长的手 手指尖端尖锐 由于其在高于5勒克斯的照度下不可见 难以记录SCP-072的清晰影像 观察显示SCP-072个体 仅在一名人类以下以实验对象代指 在一张被SCP-072感染的床上 进入快速动人期睡眠 并将脚伸到被子外面时显现 不满足以上条件 SCP-072将从床脚中伸出 并似乎用其实指倾处 实验对象的脚直到对象醒来 实验对象报告他们在此时无法移动 这与睡眠麻痹的症状相似 只要SCP-072可见 该状况就将持续 SCP-072之后将用其尖锐的手指 从实验对象铺露在外的脚 切下部分的肉 每次切除之间 它返回床内 出来后 其收集的物体消失 该过程持续到SCP-072带走整只 或两只露出的脚 到脚踝为止 虽然接触SCP-072的实验对象 称该过程极其疼痛 但其麻痹效果使他们无法尖叫或呼救 不清楚显现的SCP-072 是以得到的物体为实 还是将其用于其他的目的 只要伤口处理得当 SCP-072的效果将不会致命 但已观察到在这之后 导致了睡眠方面的心理创伤 同时存在一个次要影响 在一张展现出SCP-072效果的床附近 约10公尺内的任何床 同样会被一个SCP-072个体寄宿 摧毁被SCP-072影响的床后 找不到异常物体 也没有从实验对象身上取下的生物材料的踪击 附录 已知SCP-072个体新单 SCP-072之一 之二和之三 从最初发生事件的公寓建筑群众回收 为三张双人床 之前的相互距离都在10公尺内 SCP-072之四 一张特大号的四维柱床 在临时异常对象储存的 到站点期间 被SCP-072影响 SCP-072之五 一个去掉了底部的睡袋 为了测试而受到SCP-072之一影响 当第二191在其中进入快速动员睡眠时 不建议在将来的测试中 使用SCP-072之五 SCP-072之六和之七 受SCP-072之二影响的床 之后被进行检查而销毁 SCP-072之六和之七的残骸似乎未被影响 但在完成进一步研究之前 应继续收容 以上就是SCP-072 简单说SCP-072是一个能寄宿在床中的个体 会让在这张床上睡着的人出现鬼压床的现象 接着会有一只手从床下伸出 一点一点将露出的脚切下 直到带走整只露出的脚 不得不说这个SCP-072的鬼压还是蛮隐形的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记得帮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追踪SCP-072的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